嗨,大家好,我是艾瑞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HPACE 那上一期课呢,我们在这个最后的项目总结里面 我们做了这个朋友圈的一个发送消息 那功能呢,这个功能我们也做完了 那我们对到这个需求来看 我们还有个什么,好友关注 那这个好友关注呢,也是我们 以后这个 HPACE开发当中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这些对应关系 那我们采用高表设计方式来做这个 好友关注 我们看一下 RK 是什么 MyID 和FriendID定长 是定长的 那假如说是二字节 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多少字节 我们还没定好 列住F,列为空 都可以了 是吧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好友关注 那我们继续这个好友关注呢 我们怎么来做 做开发 那我们还是这个模式 那我们还是这个模式 对吧 Friend relation 关注信息 关注信息 是吧 我们做一个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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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relation没有 那没有关系 我们这边再建 relation 那里面我们只需要关注什么呢 MyID 是吧 我的ID 好友的ID就可以了 是吧 我们只需要关注这两点就可以了 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个是查询我所关注的所有好友 是吧 是吧 我们在list list什么呢 list这个 relation 我们查出所有这个 my 我传出我的根据我的ID 来得到我们所有关注 我所关注的所有好友 那我们现在他的一个实践类 我们还是之前能套路是吧 我们这里上面去来个构造函数 这一串我们都需要 是吧 这一串都需要 是吧 friend relation 好的 好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 其实写程序很简单 是吧 写程序很简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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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模块最关键呢 是呢 我们这rokey的设计 rokey怎么设计 复制什么 是不是我的ID 加上这个朋友的ID 是吧 那么我的ID可能是这个长度不是定长 朋友ID也不是定长 那我们先需要把它做成定长 那怎么办呢 myID 是为什么呢 md 我们先把这个 我们先把它转成这个字不串 定长的字不串 通过md 五方式转成定长的字不串 那就是 relation get myID myID 然后呢 是一个 friend idea 好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使用 to add 我们把两个字不串 把两个字结 设计 速度拼成一块 拼成一块 myID frontID 好 那这时候我们再做个put 是吧 put 这个是我们的root key 啊 之后呢 我们来put .add 这是我们这个family 是吧 列足和列 我们都不需要 table table put 如果pull 一场 我们就return一个force 说明我在什么 我这个绑定关系 没有做好 否则的话 我们就return一个true 就要成功了 对吧 那这个呢 这个对应关系 很简单 对应关系很简单 那蓝点在哪呢 在哪呢 在我这个查询 咱们就查 那这查询很简单了 我们用skin skin skin set start 这个 大家说怎么填 来 我们先 来这样做啊 好 我们这样做 那么我们这个stove怎么写呢 set set 我们只需要查我所关注所有好友 是不是 那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把他最后一个 把他最后一个字不穿 自己给他 加加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不是 table 点 get 啊 我们翻个skin了 是吧 好 那这个我们这个太多了 这个实际关系 我们的后面就不写他了 我们自己给他输出吧 自己给输出吧 因为后面我们只要把他迪贷就可以了 因为实际关系 我们不写太多了 那么我们 这个时候来验证一下 验证一下 relation 准备 游 好,第一点,我们需要是什么,我们需要说关注是不是 关注 那是relations.setMyrds 比方说我是什么,我是张三 setFriendrds呢,我们关注了理事 来,我们这时候来验证一下,验证一下 来,穿点个表 来,我们进入系统环境下,去穿点一张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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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OK 那么我们再来把这个程序验证一下 验证一下 对应关系 应该是有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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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关系有了 我们想想看 我们 那我们在这里面 这个里面 我们加一个列组 加个列组 去加一个列 这个列呢 是什么呢 是front id 啊 因为我们前面 md 反解不出来 我们就把这个 friend id 放过去 get friend id 我们再运一下 把刚刚那个结果给覆盖一下 啊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结果 啊 有了 是吧 有了 我们再关注一下 网五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 网五这条记录 啊 有了是吧 网五 好 那么呢 我们这节课呢 哎 讲到这里 这节课只是我们一个 关注的一个 一个图示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还讲 还讲这个关注的查询 以及我所发朋友的查询 啊 下节课呢 这种也是比较关键的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讲的比较多啊 大家呢 这个课后呢 多看看这个视频啊 多学一下 尽量自己能够去敲出这样的代码 啊 行 那这节课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